是啊 好像真的在一起跳 所以西灵小姐是想和我长相守 香柳问得很认真 却在看到小妖愣住了之后 嘴角的调笑变成了讥笑 小妖感受到了向后退去的动作 又一把抓住了她 对 我要跟着你 不论生死 你躲什么 你死都不怕 怕我吗 小妖逼近她 像每次她给自己带来压迫感那样 其实这么多年 小妖一直在模仿她 她对自己做过的事情 她对自己的说话方式 包括给自己的压迫感 她都会刻意或者不经意地展现出来 从听到她战死的那一刻 她仿佛心中露了一个大洞 过往的点滴都从洞中奔涌而出 向柳这次没有躲 而是直接伸手抱住了她 她感受到了小妖的悲伤 这次却不是因为紧 而是因为自己 之前本来以为即使短暂的一生 也想把她留在身边的 却因为身份的对立一次次 收回了自己要伸出去的手 小妖头靠在香柳肩上 甚至感觉闻到了她身上 散发出的海的气息 她们的心在一同跳动 她体内流着她的血 这感觉竟如此奇妙 其实我一直是那种一定要别人先跨出一步 我才会跨出去的 我试探过你很多次 可我感觉不到你心中有我 小妖继续靠在香柳肩上 不让香柳看到自己的表情 梦里 后来我和景成了亲 我以为那是我妖的生活 景真的很好 但我心里空了 香柳就是因为你 我对不起景 她一直在向我走来 我勾引的 她为了我落了一身的病 英年早逝 可是我却没有回报她想要的 重来一次 我不想错 或者哪怕是错 我想试试 香柳 听到小妖又一次轻轻呼唤自己的名字 香柳嘀嘀地恩了一声 手轻轻地拍着小妖的背 任由她的泪水浸湿自己的衣巾 后来两人都不作声 就这样拥着 月光 老树 清水阵 她们在这里相识 在这里打开心扉 第二天一早 小妖起得很早 用她的瓶瓶罐罐 给香柳做了一份色香味俱全的早餐 香柳吃得干干净净 夸赞了小妖的厨艺 日子仿佛真的回到了以前在清水阵上 她是那个回春堂的痞子医师 她是那个大将军香柳 她不再对她阿谀奉承 她不再对她横眉冷对 白天香柳会回军营 小妖也不出去 就在院子里晒太阳 晚上香柳回来 会带回食材 也会带回一些药材 她们有时候烤肉 有时候煮面 刷碗就是两个人一起去河边 香柳把碗递给小妖 小妖刷好再递给她 有的时候 小妖偷懒耍赖 就直接坐着不动 香柳也会把碗洗干净 再一手牵着小妖 一手拎着筒 日子平淡地过了一个月 小妖觉得美好的像是在做梦 但梦终究有要醒的一天 一个月时间到了 小妖 你得回小月顶去 总要面对的香柳 在吃完早饭后 随口和小妖提起 云淡风轻 却又隐忍克制 香柳 你想好了和我在一起吗 小妖再一次问她 这一个月 小妖享受着她的温柔体贴 就像她们之前的一切问题 都消失了一样 但走之前 她需要确定她的决心 虽然即使她还没下定决心 她也不会放弃 原来 我这么不值得你信任 香柳轻轻地笑了出声 看起来透出一点点心酸 不是 是我 是我怕 小妖大方帝承认自己的担心 我会追随你 我是久命 我不会死在你前面的 香柳拉她入怀 许下郑重的承诺 小妖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她知道 这承诺对于一个本打算战死的将军 有多么难 香柳伸出拇指轻轻擦掉她的眼泪 又揉了揉她的头 最近 高薪大王鸡很爱哭吗 是不是和我在一起委屈 我知道 我是没什么钱 但我们以后可以时常去离荣场那里打秋风 而且我还会捉鱼 绝对不会让你饿肚子的 当然不是 我以前也过得穷 但是开心 小妖急忙收了眼泪 解释道 逗你的 我的小妖自然是天天开心的 香柳感受到小妖紧张的心跳 又笑了笑 眼底的温柔像溢出的海水 包裹住小妖的心 她一直知道防风被是香柳 可防风被的温柔在白发的香柳身上展现出来 让她觉得十分不真实 我要再去见见景 她可能会被人下毒 我去看看 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 没等小妖说完 香柳伸出手 只点在了她唇上 小妖 不要向我解释 你我心意相通 如果你哪日觉得还是和景在一起更幸福 我会放你走 简简单单一句话 让小妖想起扶桑墓里的冰晶球 想起上一世的香柳 她总是默默地 什么都不让她知道 一切告诉自己只是利用 小妖拉住放在唇上的手指 轻轻吻了下 又在她她手背上吻了一下 我去青秋几天 就去小月顶 你不要来找我 太危险了 我会想办法给你消息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要不我放点血 给你做些药丸 傻子 我哪里那么容易受伤 你去吧 我不送你了 我等你消息 像留守扶过她的脸 在小妖额头上轻轻一点 小妖走进西河街上屠山市的珠宝铺 对伙计说 我要见于信 伙食看小妖说话口气很是自信 一时拿不准来头 忙去把老板于信叫了出来 小妖对于信说 送我去青秋 我要见屠山景 于信对小妖直呼组长的名讳 很是不悦 却未发作 矜持地笑着 正要说什么 小妖不耐烦地说 屠山景一定会见我 如果我说大话 你不过白跑一趟 反正我会在你手里 你可以随意惩戒 但如果我说的是真话 你拒绝了我的要求 却会得罪屠山景 于信常年经营在珠宝中 见过不少贵客 很有眼力 他思量了一瞬 做出判断 吩咐下属准备云年 他亲自送小妖去青秋 两日后 小妖到了青秋 于信对小妖说 我的身份不可能直接求见组长 幸好我和组长身边的侍女静夜姑娘有一点交情 我们可以去求见静夜姑娘 小妖点了点头 麻烦你了 于信去求见静夜 经过了解释 很快小妖便被带到了景的面前 小妖上前直接给景把脉 却发现她还是有点虚弱 她望向胡真 公子没有好好吃药 又夜夜难寐 身子一直没有好起来 胡真从来都是老老实实的交代 景没有来得及阻止 眼神对上小妖时 有些不自在 胡真等人退了出去 景倒了一杯茶地给小妖 小妖接过 却并未入口 景 你大哥 防风异应 他们的关系你都知道了吧 听到小妖如此问自己 景虽然心有所感 却还是有些正愣 景细细地把查到的消息说 与小妖听 小妖很是心酸 这些年 景过的究竟是什么日子 大荒内的风云变幻 她作为一族之长 必须走好每一步 不能有富族人 本是最需要亲人帮助的时候 大哥和妻子 却都想置她于死地 小妖和景用过饭 小妖没说要走 景也没主动提起 她很清楚 小妖能留在这里的时间不多 小妖对景说 我这次想帮你再仔细诊查一下身子 这些年 我的心境和以前不同 认真学习了医术 昨日 我要帮你诊脉 发现你的病有些麻烦 不过幸好还来得及 你不要担心 景淡淡说 我从没担心 如果你不愿为我治病 我不在乎生死 我知道我一定能好 小妖对景音音叮咛 你自己也警惕些 一般的毒伤不到你 要想真正伤到灵力高深的神族 毒药必须进入五脏六腑 不许喝也不许吃来历不明的东西 景笑着说 记住了 景 不要再为我伤身 好好掌管屠山市 我心有所属 不要在我身上花时间和精力 景身子一震 差点跌坐下去